第二關選了一場西甲賽事 星期日第46場 華拉杜烈主場對貝迪斯作客 今場我同樣博了主客和和波 其實我很少選和波 大家如果有聽就知道 今場確實盤口都可以平手 華拉杜烈主場比較低水 為何會選和波來博呢 我覺得就是 其實你如果講往績 其實都不會十分佔優兩隊 最近來說 主場的華拉杜烈其實都甚少獲勝 當然拿分主場也是他們的目標 不過我看事實上這隊波 封力都不是十分好 看得到 其實對著華拉杜烈也贏不了 主場來說也賽和很多次對手 當然也會輸給一些強隊 我覺得來講 今場對著貝迪斯 其實貝迪斯實力就不比華拉杜烈 不過你說去作客 其實近方都相當一般 分別來講 也就是剛剛歐霸輸了 這場真的掉了眼鏡 作客都贏銀3 3比3 回到主場可以輸球 我覺得歐霸出了局 其實現在回到聯賽 賽程都緊密的 還有西杯要踢 我覺得今場球來講 其實都是求穩陣 先不要再輸 因為你隊球如果連續輸下去 也不是辦法 拿分已經很少有了 我覺得今場球 其實主隊的華拉杜烈 事實上目前在聯賽排名 也有些非常問水 講第16位 輕輕領先鋼班區的幾隊 就分數不多 我覺得這些球 去不輸 都已經是相當不錯 你說要去贏球 其實都不是做不到 不過我看貝迪斯 也不是那麼容易輸給你 所以來講 我會博了一個主合和和波 希望大家分不到高低 各路一分 大家穩穩陣陣 所以選了46場西甲賽事 主合和和波2.92倍